第1419集 狮毛巾 他不在 你走 琳达使劲地挡着门不让莫小鱼进来 但是莫小鱼的脚挡住了门 他根本关不上 要不是有脚链拴着 莫小鱼早就进去了 我告诉你 他刚刚从你爷爷家里出去了 但是去了哪儿我不知道 但是他什么都说了 还说你母亲已经被害死了 这都是真的吗 莫小鱼低声问道 关你什么事 这是我们家的事 你走 我不想见到你 流氓 琳达非常恼怒莫小鱼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了他 所以他根本不相信莫小鱼 我是来救你的 你父亲说有人威胁你们 是真的吗 就在刚才你父亲拿着枪 差点杀了你爷爷 他说他是被逼的 他如果不那么做 那些人就会杀了你 有这回事吗 琳达本来是很烦莫小鱼的 但是听到这些话 再说了 这个人是爷爷的朋友 自己也是听了父亲的话 才去陷害他 至于为什么自己也不知道 当时自己问父亲 为什么要那么做的时候 父亲还发了火 看来父亲是真的有事 瞒着自己 于是不再顶着门了 但是因为脚链 他没有开门 而是身头椅在门缝的位置 看着莫小鱼问他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大老远跑到你这儿来骗你有意思吗 再说了 我是你爷爷的朋友 我干嘛要害你啊 莫小鱼说道 莫小鱼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拎他尖尖的皮鞋 透过门缝 踢向了莫小鱼的小腿骨 莫小鱼不得不撤退 否则被踢中那是很痛的 当莫小鱼撤出自己的脚之后 门被从里面 咣当一声关上了 莫小鱼顿感后悔 但这个时候门又被打开了 琳达闪身到了一边 放莫小鱼进来了 莫小鱼看了看套房里 果然是没人 他走到窗户边看看外面 街上车流不息 莫小鱼回头对琳达说道 喂 收拾一下你的东西 跟我回去 回你爷爷那住 那儿要安全一些 其实你爷爷还是挺担心你的 我不 我要在这里等我爸爸 你先跟我回去 我去找你的爸爸 不然的话你们俩都有危险 可是我爸爸说 其他的亲戚 叔叔姑姑 也都在这个酒店里呢 他们是被爷爷赶出来的 他们可能不会走 你先走 这事是你父亲挑起来的 他们可不知情 所以他们应该是安全的 只有你可能有危险 莫小鱼话未说完 门铃响了 莫小鱼和琳达都看下了门口 莫小鱼朝着琳达点点头 但是却走了过去 站在琳达的身后 双手掐住她的先腰 琳达吓了一跳 还以为莫小鱼要占她便宜呢 莫小鱼指了指右腿 又指了指左腿 在她耳边小声说道 保持一样的步伐 慢慢地向前走 于是 两个人一起向前挪动 琳达边走 边问外面是谁 但是外面没有人应声 莫小鱼这么做也够歹毒的 名义上是要在门口的 卫生间里埋伏起来 但是这么做如果外面有人开枪 那琳达可不就是肉盾吗 但是呢 也跟莫小鱼认为 这不大可能有关系 因为如果外面的人 是来找琳达的 无非是来抓她 然后去威胁 求海涛或者求天刚罢了 一个死了的琳达 没有任何意义 到了门口的卫生间里 莫小鱼小心地拿起一条毛巾 本来想打开水龙头战尸 但是此时琳达可能会开门 如果有水声 很可能会引起来人的注意 于是一条毛巾就落在了马桶里 利用马桶里的水浸湿了整条毛巾 一条干的毛巾可能没什么用 但是一条湿的毛巾 可以和一条棍子相媲美 谁啊 琳达问道 开门 你父亲喝醉了 我送他回来的 外面的人回答道 莫小鱼点点头 示意琳达开门 莫小鱼关掉了灯 躲在了黑暗的卫生间里 进来的人绝对不会想到 琳达的屋里还躲着一个人 我父亲呢 他在哪里 琳达开了门 发现没有他父亲的影子 刚刚被架着的人 只是另外一个人假扮的而已 而且他们居然还穿着 他父亲的衣服 你父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走吧 我们带你去 最先进来的人说道 而后跟着进来的人一看 门口是卫生间 于是伸手去开了卫生间的灯 看来是想上个厕所 但是当灯打开的那一瞬间 感觉到带着水滴的东西 向着自己快速袭来 紧接着就感觉到自己双眼 被带着水的东西 重重的击打了一下 再也睁不开眼了 疼得这家伙 啊的一声 捂住了眼睛 蹲在了地上 因为太过突然 把已经走向琳达的家伙 也吓了一跳 可是他没想到 卫生间里会有人 随即掏出枪来 慢慢地逼向了卫生间门口 怎么回事 这家伙边走边问他 被伤了眼睛的家伙 一边向后退 一边指着卫生间的门口 但是还没等 拿着枪的人 走到卫生间的门口 莫小于手里的毛巾 就向举枪的家伙投去 这家伙本能是开了枪 但是就在他继续 想向前逼近时 忽然感觉到自己的后脑 被重重地击打了一下 莫小于此时 头眼向外看去 恰好看到这家伙 歪歪斜斜地扭过身 看向身后 而他的身后 则是拿着一个 独木板凳的琳达 吓得气喘吁吁 这家伙本想举枪射琳达 莫小于急步赶过去 从他的身后 扼住他脖子 毫不犹豫地使劲一拧 只听咔嚓一声 被拧断了脖子 哎 你头慢死了 你想怎么死啊 还是想活呀 莫小于走到另外一人身边问他 我我我只是司机 我不是他同伙 我我我 真的吗 司机都带着枪 你是什么司机啊 牙运超车的呀 莫小于上前从他腰间掏出了枪 这个家伙在这个紧急的时候 居然忘了自己还带着枪呢 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这家伙跪在了地上 向莫小于求饶 告诉我 邱海涛被带到哪了 只要你说实话 我饶你不死 否则的话 这个小姑娘会打爆你的头 白白死在这儿 你说亏不亏啊 莫小于说道 我得问你 我的愿意